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给大家打开的这一幅画作是南宋马远的水图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水无形无色 但在画家笔下水却成为了主角 变换出各种形态和丰富的意趣 水图里一共刻画出了十二种不同形态的水 有寒糖清浅的温柔 也有云书浪卷的浩荡 在这十二幅水景中可以考证的具体地点有 洞庭 黄河 和长江 一眼千年 这幅水图在历史长河中 在每个人心中都荡起了涟漪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水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掌声有请任秉 王熙 老师好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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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那么好看的一个呈现 在此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专门去接触了马远的水图 有 我知道这些水图现在其实有很多现代的人在临摹 以及其实像马远他经常喜欢画一些边角小景 比如说景色他会取细节的部分去画 不会像很多山水图一样可能很长很大的书卷 他可能就是画一些细节一个部分 他可以马一角他都了解到了 而且我觉得他就像我们这里面不同的水像黄河 我觉得他也是很有力度 给到我们很多内在的精神上的我觉得 一些感受或者是力量 但是马远当时画这画的时候 他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创作意图 完成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作品 马远这幅作品的可贵 在我看来它是专门画水 用12幅水的画面来构成对水的表达 它的每一幅水都来自江河湖海的不同感受 也就是说它要通过一个水的系列 来构成它对水的歌颂 所以这个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水的形态 通常说流水无形 不是没有形 而是指这个形不可以把握 不可以轻易地得到描绘 而马远在这里 可以说把流水之形表达的淋漓尽致 从造型来说 每一幅画面都是B一样的 你像云生沧海这幅的水 它的比例 这个力道是非常强劲的 墨色也浓淡不一 那么云输浪卷这一幅 它使用了一种颤笔 就是在这个行笔的过程中 十段十连 犹如这个水是一种惊涛骇浪 像秋水回波 它用的是双勾法 那你像那个水的浪纹 有点像瓦片 但是是流动的瓦片 又像鱼鳞 小日轰山这一幅 它用那些折笔 有这种小山的状态 形成一个这个水的特点 所以马远用不同的笔法 表达了水的不同的美 我想这首先可以看到 它对这个水 对水波水闻水的基地观察之细致 水是善变的 但又是不变的 我觉得这种辩证的东西 是让古人特别痴迷的一个东西 你像咱们家里头 有时候你到人家去写一个中堂 最为容易写的一句话叫 上善若水 但是一般人老说 上善若水 就是为什么 上善若水是什么意思呢 它里头有一句话 就是《道德经》里边的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故机于道 这什么意思呢 最厉害的就是水了 为什么呢 水对万物都滋润 万物没有水都不能生长 所以为什么老子叫 上善若水 那最伟大的 最应该被歌颂的 就是水 每个人都愿意像生命之源那样 去做奉献 却不张扬 画家用水来讲述自己心中的 这种家国的情怀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也确实是因为自古以来 人是择水而居的 它可能就是你的精神 和生命的根 所在的地方 它代表你的故土 我们愿意相信 他心里头 装着一个祖国梦 那我就要画边天下的大水小水 所以我是觉得 对他这样一个画家来说 既是有技术的美学的画 同时内心里的思想的深处 也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画 一个民族的一个画 马远的水图也很精彩 从这个平静的平湖一直画到今天的巨浪 我觉得一个单纯的物体在它的笔下 它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山河是不变的 艺术家可以充分地来欧各 是祖国的河山 所以呢 它是说明了这个 经常有人问 你的文学作品啊 艺术作品啊 能不能永恒 我们能回答 永恒的是祖国的山河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 长久的精神寄托吧 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山水画非常有名 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画科 但是山水山水一般都是有山也有水 那么这幅水图呢 单纯的只是画了水的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单独为水 做肖像的这么一幅画卷 所以它也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 这张画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 根据这个展的推测 这张画正好是800岁 所以我们会将它摆入